监视器拍下男子晃着晃着 似乎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立刻弯腰捡起 接着塞进自己口袋 原来这是一张千账金融卡 没想到等被害人发现金融卡弄丢了 却早就被盗刷两天 事发就在台北地下街 被害人报警 信用卡遗失还被盗刷 警方立刻调阅监视器 发现就是证明理性嫌犯所为 警方发现嫌犯经常出没在台北地下街 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是相当的熟悉 而当天他就是捡到了一张千账金融卡 刷卡购物几乎是不用签名的 也因此他动起了外脑筋 当天就拿了这张卡 来盗刷相关的皮件和行李箱 短短两天之内 就盗刷将近一万多块 嫌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直到警方上门逮人 他甚至公称卡是一名王姓友人给的 自己只是帮忙跑腿 但身份一查就露线当场招待 作为不存在的朋友 一切只是李贤的推脱支持 全案一伪造文书侵占罪 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理性嫌犯有多项窃盗前科 这回剪刀信用卡疯狂倒刷 害被害人损失上万 警方提醒民众 疑似信用卡尽快挂失 要是落入有心人手里 荷包恐怕大失血 借林传有桃台北常常报道 脑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摸摸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TI44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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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